弟兄姊妹早晨 再一次欢迎大家 我们可以有生命气息 来到教会的殿当中 去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今天在我们在座当中 有没有第一次来到 我们回堂当中去敬拜的 新朋友或弟兄姊妹 如果有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举起手 简单一下介绍你自己 有没有第一次来到 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或弟兄姊妹 不如我们也和我们旁边 说一声耶稣爱你 以下会有一些会务的报告 我首先将时间交给丁牧师 他会有一些报告 以及介绍我们的讲述 阿英姊妹早晨 感谢圣其音典 特别第一次代表教会 多谢我们的高牧师师母 今天来到我们当中 我都不记得他们离开我们 多少年了 十几年了 十六年了 哇 真的 所以我们请江师母和江牧师 起声给我们欢迎一下 我感谢神 我们很感恩 多谢 感谢神 他今早在第一堂非常好的信息 鼓励我们要徒靠神 这个是感谢神 让我们看到神自己的伯仁侍女 都很健康 好像没有变了 还年轻了 都是这样来回来 我们很感恩 第二件事 特别要提醒我们众大英姊妹 我们下一年 就会开始讲诵拜的重要 因为听到一些建议 特别是我们的粤语堂的崇拜 可能要提醒大家 我们要有一种敬畏神的心 宿静的心 来敬拜神 因为有些这样的声音 这是我坐下 可能救度无方下 求主念吻下 就是希望招待也好 各位同工也好 希望大家能够带着 一个安静的心 来敬拜神 所以希望这个消息 就不需要再报告了 希望这次是最后一次的报告 因为Julian已经报了过三次 他刚刚站在这里 已经报了过三次 本来是第四次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记得以后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 让我们大家安静 有需要分享的说话 要是在外面也不要紧要 但是来到礼痛的时候 大家带着一个安静的心 圣经也是这样的教导 我们要缩静在上面前 安静 因为耶稣说 用真心的心灵 充高 也是这样的 所以有些人会怀疑 为什么我星期日不接电话 因为我星期日 是不接电话的 我电话都关掉了 直到完成了所有的事况 才开始看电话 有什么消息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主里 给一次提醒 给一次鼓励 我们真的用一个敬畏 宿正的心 来敬拜我们的神 多谢大家的合作 以下是有一些会务的报告 报告的事项 在你们周刊的第二 可以回到上一个 在第二项的时候 其实我们今年的夏令会 我们很感恩 我们有梁国权老师 成为我们夏令会当中的港员 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注册 如果你今天不注册的时候 就没有 现在的报名人数已经很弱 有超过四百五十个人参加 所以也希望弟兄姊妹 可以把今天是最后的机会 一起来参加夏令会 以致我们可以有一齐 有团契的时间 也有一个美好的信息 在报告的事项第三项 我们在8月18日 香港艺人音乐报道会 将会在中宣会 在这一度六点去举行 在当中的时候 你也看到有很多不同的基督徒的艺人 在当中会分享他们的见证 和福音的信息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引领一些未信住的朋友 来到当中去听福音 希望弟兄姊妹都把握这个机会 去带一些你认识而未相信的朋友 来到我们当中去参与这个报道会 请在中宣会的网站 注册以致预定座位 这个活动是要注册 希望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 报告事项第四项 也是一个本地的报道 都会有一个背包赠送的机会 希望都会寻求不同的机会 让弟兄姊妹可以参加一个背包的外展 当中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光位 需要弟兄姊妹的参与 无论是欢迎签到 或者是做管理人员 或者是翻译儿童节目 或者是背包分发等等 希望大家都为到这个事项去讨告 如果你有机会参加的时候 都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参加 其他的时候都请参与周报 为耶和华在圣殿中 全地的人都在他面前宿敬静物 主在圣殿中 主在圣殿中 圣殿中 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 请听宣照经文 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 归给那坐在宝座上 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那二十四位长老 就苦服在宝座的面前 敬拜那活到永远远远的 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并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 而有的 愿意我们配有了敬畏的心 去敬拜我们一位永活全民的主 弟兄姐妹们早晨 早晨 住来平安 平安 看到今天的天气好了很多的时候 真的很感谢神 昨晚横风横雨 大雨得很重要 很大风很大风 又行雷又闪电 刚好我又睡得不太好 我就起床 我就在那里祈祷 每一次横风横雨我都很紧张 因为我家旁边有一棵很大的树 每一次横风横雨的时候 我就起床 我就会心里祈祷 求神看顾我们的家 但今天完全另外一番景象 好好天 感谢主的恩典 让我们带着庄严敬畏的心 去到圣极的神面前 去到敬拜祂 邀请大家起立 conhecer 咱们耶zel和卡丰 全归 曳尔每丶 全地万有呀 终让各传 万世救主 永在全能 至高的赞美 怪你 一切向主屈伤 求荣耀我 信入灵光旅 被杀救主 当得赞美 愿国度权能赞美 甘我跪拜 圣结的你 你的尊贵 极完美 哪可相比 在你手中 执掌赞美 拳并永久 百声都引你 欢喜 我赞中你 一切向主屈伤 求荣耀我 信入灵光旅 被杀救主 当得赞美 愿国度权能赞美 甘我跪拜 圣结的你 你的尊贵 极完美 哪可相比 在你手中 执掌赞美 拳并永久 百声都引你 欢喜 我赞中你 我献上 我献上 还赞 到你坐前 我献上 还赞 到你坐前 顺白 君 穿九转 甘我跪拜 圣结的你 你的尊贵 极完美 哪可相比 在你手中 执掌赞美 甘我跪拜 圣结的你 你的尊贵 极完美 哪可相比 在你手中 执掌赞美 拳并永久 百声都引你 欢喜 我赞中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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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属你 敬拜属你 我赞中你 敬拜属你 耶和华已经为我们 醒了大事 他在甘喊之处 出世 水流成河 我们要欢呼 诉说他的作为 我们依靠神 就能实战大能 我们要歌颂 要欢呼 诉说他的作为 我们依靠神 就能实战大能 我们所敬拜的神 是永恒不变的神 在旧月的当中 和在生日的当中 他都行大事 同一位的神 在今天 他继续有奇妙的作为 所以我们去到他面前的时候 我们欢喜快乐 我们述说他的大能 我们要赞美他 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 耶和华已经为我们 醒了大事 他不将云彩 当着改 夜间是火光潮 耶和华已经为我们 醒了大事 他在甘喊之处 世 水流成河 我们要欢呼 诉说他的作为 我们依靠神 就能实战大能 我们要歌颂 要欢呼 诉说他的作为 我们依靠神 就能实战大能 耶和华 耶和华已经为我们 醒了大事 他命令黄蜂之喜 那波浪就平静 耶和华已经为我们 醒了大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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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甘喊之处 我们旧的宝珠 我们要欢呼 诉说他的作为 我们依靠神 就能实战大能 我们要欢呼 诉说他的作为 我们依靠神 就能实战大能 我们要欢呼 诉说他的作为 我们依靠神 就能实战大能 我们要歌颂 要欢呼 诉说他的作为 我们依靠神 就能实战大能 我们依靠神 我们依靠神 就能实战大能 再来 我们依靠神 我们依靠神 就能实战大能 让我们依靠神 继续带着一伙 谦卑的心 来到我们永活 永在的神面前 去到敬拜祂 总赞 终战大能 总赞 永活永生存 总赞 你在我最深处 为你是我的神 为你是我帮助 供我愿意欠悲来敬风 总赞 自大自高传 总赞 救赏我欠宽恕 为你是我的神 为你是我一般 甘我愿意屈伤来敬重 万有主公与慈爱 永全灵灾 万有主跨越穷重 永全世代 坚靠神心意 处处神动应 万有神的爱 我赞助你 总赞 总赞 永活永生存 总赞 你在我最深处 为你是我的神 为你是我帮助 甘我愿意欠悲来敬风 总赞 自大自高传 总赞 救赏我欠宽恕 为你是我的神 为你是我一般 甘我愿意屈伤来敬重 万有主公与慈爱 永全灵灾 万有主跨越穷重 永全世代 永全世代 坚靠神心意 主主神功应 万有神的爱 万有神的爱 我赞助你 万有主公与慈爱 永全永灾 万有主跨越穷重 万有主公与慈爱 永全永灾 万有主公与慈爱 永全世代 坚靠神心意 主主神功应 万有神的爱 我赞助你 Aren 请我们起立 祈祷 万有主 我们的天父 创造天地宇宙万物 多谢祢 因为祢爱我们 祢洗祢的儿子耶稣 祝福基督为我们最钉的十字架上 祝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 主啊我们在这里献上感谢 也在这里重赞祢 求主你越南我们今天在祢面前的敬拜 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里 能够专心的仰望祢 不受其他的事件影响 因为知道祢是创造天地与着万物的主宰 我们有祢就满足 有祢就快乐 主啊帮助我们 求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诚心的敬拜祢 因为祢是值得我们敬拜的 主啊我们多谢祢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机会 有这个时间能够在唐人街里 能够为主祢发光 帮助我们能够把祢的信息带给我们的侨胞 多谢祢给我们在这两个礼拜里 耶稣爱华佛的事工 主啊求主你真的感动其他的弟兄姊妹 叫他们能够一起参与 主啊我们也为了在我们这个礼拜五 艺人指甲的报道会 求主你帮助 引领更多的未信的人 能够来到这里当中 能够一起的 听到主你的信息 听到你主 你值艺人能够将你的福音传出去 主啊我们献上感谢 也为了我们教会 在九月初能够有这个下令会 仰望你 求主你真是私恩怜患 叫我们所有参加下令会的人 都能够得到造就 帮助梁国权老师 叫他能够在这个时间里 真是将你的话语释放 能够帮助大兄姊妹 未信的能够有相信 相信的能够有灵明的成长 主要我们真是献上感谢 求主你亦都恩怀大令 江玉玲牧师 他今天在我们中传讲你的信息 求主你沽默他的嘴 他的口 帮助我们 叫我们能够同感一灵的 听到你的福音 主要我们求主你真是恩怀大令 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 以上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求 阿们 以下是读经的时间 今天还读的经文是 诗篇18篇15至21节 诗篇18篇15至21节 我会读单数节 请回众念双数节 诗篇118篇15至21节 在二人的仗篇里 有欢呼请求的声音 耶和华的右手 施展大令 我必不致死 仍要传活 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给我躺开二门 我要进去 请借耶和华 我们一起读21节 我要请借你 因为你已经应运我 又成了我的拯救 愿耶和华的华语成为 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以下是信息的时间 以下刚牧师会传讲神的信息 信息主题为 投靠耶和华 请刚牧师 听到我说话吗 非常高兴回到中宣会 一别有十六年的日子 心里面有很多说话 看到很多肯定伤识 不是次曾伤识 肯定伤识的面孔 今天跟大家一同来看神的话 就将自己心里感触的说话 放在心里面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父上我愿意将这个家 在你的宿命的家 交代在神的手里面 求求你自己继续使用这个家 使用这个灯台 将你自己祝福你的儿女 让每一个的生命 都能够 完完全全的 单单的投靠神 奉靠耶和华 阿们 早诞的时候 我在这个下面的国语堂里面 已经和大家一同来思考 这个诗篇 第一把十八篇 我为什么今天要和大家 来思考这段经文 因为我要将整本圣经的中心 来向大家 来讲解 让我们认识到 你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的做人的生命的中心 是在哪里 我们一起看这篇的诗篇 多谢刚才已经把我们读出来 我今天要和大家讲的就是 投靠耶和华 刚才是第一讲 将前面从第一节到十四节 和大家来分解 然后今天我要和大家来看的就是 神的右手 那个的大能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为什么神的右手是这么重要 为什么我们投靠神的时候 要认识到神的右手 究竟在你和我的生命里面 有什么的作为 圣经的中间是诗篇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 我受很快的 将这个introduction再讲一讲 所以117篇大家都知道 只有两节 是圣经里面最短的 然后189篇是圣经最长的176节 所以在圣经的中间里面就是这个的诗篇118篇 就是这一篇的诗篇里面就成为了我们今天的圣经里面的一个中心 所以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 你如果不懂怎样来回圣经的时候 你将中间打开肯定是诗篇 但是会不会打开118篇就不知道 我们大家一起看这一篇的诗篇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形式 为什么这一篇的诗篇会在圣经的中间 无论是排章还是节 都在圣经的中间 圣经里面有11889章 然后我们看到诗篇第100篇就是118篇 就是刚刚在圣经的中间 之前有590章 之后也有594章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对不起后面的 如果你们看不到的时候 因为我在过去在中宣会 我拿了中宣会所有的中文字体 有很多 所以我到哪间教会 我都将中宣会的中文字体 都交给教会 有这么多字体这么好用 怎么知道原来你们这里货不对版 我已经先前交给你们 然后给我们在Facetime那里看了 是跟我一模一样的 原来你们办公室的 所有都是真材实料 但是你们在这里播放的 全部都是没有中宣会的实存 你们有很多 差不多有六七十个中文字体 但是我在楼下又没有 你们在楼上又没有 希望你们以后将中宣会的补藏 都放在这里 那就不会 因为我这个字体 放在这里 后面站在那个弟兄 都不需要省大眼睛就可以看到 所以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一节 有三万一千一百零二节里面 中间那一节是哪一节呢 中间那一节 就是诗篇第一十八篇的第八节 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读 《投靠耶和华,强词以赖人》 弟兄姐妹 今天我就要将这一节的圣经 带给大家 让你的生命里面来学习一样东西就是什么 投靠耶和华 你说牧师我们都知道 但是很多时候当事情一变动的时候 你第一找的不是神 你第一找的是人 再不是的时候靠自己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将神是什么 放在这里的最后的选择 什么都不行的时候 先将神拿出来 今天我们要怎样来依靠神 为什么圣经会将这一节 摆在圣经的中间 是让你和我有一个很实在的一个认识 一个的明白 这篇的诗篇有一个特征 我们先来明白这篇的诗篇的特征 它的背景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的切入这篇的诗篇里面 来明白它里面的真理 诗篇里面由113到118 有六篇的诗篇 都是用哈利路 中文叫做你们要称借耶和华 那个称借就是什么 就是原文希伯来文的哈利路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大家都唱这个 很熟悉这个 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感谢神 一个的开始 一个的认识 让我们看到这六首的诗歌 成为一组的哈利路 一个的赞美的诗歌 然后这六篇的诗歌 是什么 是以色列人在大节期 无论他们的月月节 无论他们的住棚节 无论他们的五旬节 这三个节日 是所有的以色列的男子 都要回到这个的耶路撒冷 你要敬拜神的 所以这一篇的诗篇 是在他们这段时间里面都要唱 所以每一个月月节 到今天的月月节 他们都要唱这六组的诗篇 然后最后诗篇118篇 就是一个的完结 唱完这篇的诗篇 他们的Passover就叫做完结 所以这篇的诗篇都叫什么 这六组的诗篇都被称为 出埃及的赞美诗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都有将到 神出埃及 怎么样奇妙地带领他们 离开埃及 过这个红海 以至到他们在抗野四十年里面 神怎么样地带领他们 所以这一篇的诗篇里面 每一篇都有提及到 无论是分量多或少 提及到出埃及的光景 所以这一组的诗篇 也都是出埃及诗篇 而118篇就是这一组里面最后的一篇的诗篇 这一篇的诗篇 也都被称为利塞亚的诗篇 我们大家都知道诗篇 有很多的经文 都是关于到利塞亚 有预言到利塞亚的事情 诗篇118篇 就有关于到这个利塞亚的诗篇里面的最后一篇 每一句说话讲在诗篇118篇之后的诗篇 你都看不到有预言到利塞亚的事情 但是诗篇118篇 是在利塞亚的诗篇里面很多提到这个事情 新药圣经有六次的引述到 指向这个利塞亚耶稣基督 都引用到这个诗篇118篇的一个经文 所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认识 在这个利塞亚的诗篇里面 给我们看到 特别耶稣基督最后一个礼拜 就是这个余节 在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最后一个礼拜 那段的时候里面 特别的引用这篇的诗篇很多 比如说什么 当耶稣骑这个雷驱子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些人什么 将他们的衣服 将这个棕树枝 将这个树枝 铺在地上的时候 一直唱什么 奉主命来的 时应当称重的 和沙拉和沙拉 高高在上和沙拉 让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 然后当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的时候 他也用到这一段经文 将来有一天 你们要说奉主的命来的 时应当称重的 因为耶稣看到耶路撒冷 如何拒绝他 为他们被爱 但是要知道 犹太人将来有一天 要得救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全部的 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预表的 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犹太人要如何得着拯救 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 在那里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将人所起的石头 已经做了防角石的头块石头 这个是什么呢 耶稣特别说这个葡萄园的时候 说到什么呢 这个葡萄园里面 他们如何拒绝耶稣 将葡萄园的派的那些暴人都杀了 最后连神的乙子都杀了 这个比喻里面 也有说到将人所起的石头 已经成为了防角石的头块石头 比特被圣灵充满的手 第一次讲到当中 也都在这个史图行转第四章里面 讲到这个真理 就是引用到这个诗篇 118篇的经文 然后我们知道 逾越节最后一篇唱的 就是诗篇118篇 六篇诗篇里面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6章 那里讲到什么呢 马太福音是被犹太人的 一个讲耶稣基督为王 所以他讲到什么呢 他们唱完那首诗歌了 就去到橄榄山 在马太福音不需要写那首诗歌是什么 所有犹太人看到都知道 感谢主我们今天都从犹太人的 这个文化的中心里面 我们都看到 原来马太福音26章 耶稣基督和门徒守完圣餐之后 唱完最后那首诗歌 就往橄榄山 最后那首诗歌就是诗篇188篇 因为这是那些语语节必定要唱的一组诗歌 所以他们唱完之后 耶稣基督就走向橄榄山 就在赫西玛联园那里做一个的祷告 所以这里让我们认识到这篇诗篇的特征 那个范围的认识 所以他是什么 就将整个诗篇里面 总结了尼塞亚的诗篇 就说出什么呢 说出犹太人历世历代 所要受到的迫白 他们怎样在急难当中 但是神保护他们 他们怎样在困难当中 但是神的右手 来为他们来争战 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 最后是什么 沿道在这个大灾难的时候 他们会怎样受到这个迫白 但是神一样保守他们 而至于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 建立这个角度的时候 他们要再一次的万口清重 奉主命来的事应当清重的 这个就是神最后的救恩 救赎的计划 完成的当中 所以诗篇188篇里面 给我们有很多这些 熟灵的真理的认识 那这些诗篇的背景在哪里呢 那个背景就是什么呢 就是背景 无论在圣经里面 很多时候没有写明到 这个诗篇是哪个作的时候 很多人都将它摆去大位 我不是要来争论这个事情 但是不一定 写明是大位的就肯定是大位 没有写明是大位的就不一定是大位 所以这个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这篇诗篇的背景 和我的认识和我今天要讲解的当中 是非常吻合尼希米的领袖 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 重建圣殿的时候 在那一段经文里面 在尼希米记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场景 所以在秘鲁归回之后 犹太人怎么重建圣殿 和重建这个城墙的城门 我们看到圣殿就是索罗巴伯起的 城门就是尼希米带来建造的 所以在那里给我们看到这个背景 一个的形式 所以我们可以联想到尼希米记第八章 我知道稍后你第三堂就会讲尼希米记 但是是不是第八章 我忘了在周报那里可能看看 给我们认识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尼希米在这个建造城墙的时候 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 什么的事 就是没有依靠任何人 完全的投靠神 以至于他们在敌人四面楚歌的当中 他们都完全的不胆怯 因为之前索罗巴伯 带着人去建圣殿的时候 停工了十五年 是因为他们怕敌人 他们看到敌人的威吓 看到敌人的充势 他们就停止了十五年 以色列的黑盖先知在那里 呼吁犹太人 犹太人 你们住在那里有天花板的房屋 但是神的家方粮 所以当这个先知在那里 呼喊的时候 他们知道什么 十五年之后 他们重新的建造这个圣殿 但是尼希米不怕任何人 不会依靠任何人 他告诉那些百姓听 我们依靠的是日王 让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 所以他们做了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 就是签整个城墙 用了五十二日 他们就建成了 五十二日建成城墙 不是建栏档 不是在我家里建栏档 假如我在我家建一个栏杆 因为我自己来做的话 都要很久的事情 但是建一个城墙 那个城墙又高又厚 竟然用了52日 这是一个神迹 在我的生命里面 去年在这个 在这个费城那里 我在这个费城那里 我住个地方近着 我从零开始建一间教会 我和另外一个牧师 我们两个有这个心 在神的面前 我就在去年这个 Dance Giving里面 我就和他开始了一间 从而起 为什么从而起 就是我和他 和我两个师母 我们四个人 就开一间教会 个个都觉得奇怪 你们是不是 计划了很久 我说我都没有计划 就是在这个Labor Day的时候 我们一同的祷告 我们就要去敲门 敲门的时候 那些教会关门 他们关门的门 也不是我们 如果他们要开门 都是下午 我们求神说 神啊 我们在这里看到 很多的华人 我们要开一间教会 但是我不要 下午 我要早上 好像给了一个 很难的事情 但是在神的面前 没有难事 我们敲第四间门的时候 那间教会 叫做 好萨玛尼亚人 他就是什么 从我们敲门那天 我们跟他解释 我们的义仗 他就说什么 他说非常之好 那个主有牧师 那个英文的主有牧师 是什么 那个是一个 圣公会的一个教会 他第一句话 听完我们的义仗的时候 他都说 When are you going to start 我呆了 看着他 I don't have any members You are the members 我说我们没有人 你就是人 We don't have any financial support 我们没有经济 I let you use my chapel free of charge 我说神 我不可以再有什么借口 我们就开始 那我就问他 究竟你需不需要 带回给教会的 你们的宣度部 让他们能够拥抱超文化的 一个 ministry 一个的事工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到 他说 Oh good idea 下个礼拜 我的mission department 开会 你们再来 present一次 你看神奇妙的时间 我们present的时候 所有整个的mission department 都拥抱 然后你再要来多次 向我们的董事部 执事部 来去present 但是他们的执事部 要下一个月才去开会 我们说 如果你要我们开始 我们已经准备 我们和敲门 到他们批准给我们的时候 21日的时间 他说我们不能等下一个月 主要牧师就说 这个月的掌执会 我给他们提出来 看看可不可以给你们 由这个绿灯 green light来到去 他们说了给我们听 我们立刻就在十月里面 来做这个预备工作 Thanksgiving 我们就开始 第一个主日崇拜 21日 然后我们去什么 去银行来开户口 银行说你开玩笑 这些户口 你一定要有政府的批准 要有这个叫做 免税额 那个叫 501c3的form 好啊 你们去申请了 半年之后你们才来 或者你们一年 两年之后才来 因为这种的申请需要一年至两年的时间 我们听了都呆了 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懂 我们不知道 所以有一位弟兄知道的就是什么 立刻上网 和我们申请 在联邦政府的免额税 由我们申请那天 到我们批准那天 我们再回去 那个银行 你们还回来干什么 说我们开户口 我都告诉你们 你听没有这个501c3 不行了 我们有这个501c3 摆在他面前 他额外了 我们从申请到联邦政府批准 三十一天 所有教会都要超过一年 最快的是半年 所以他说 可能的 我会半年才见你 弟兄姊妹我在博恩堂 去年 博恩堂每两个月 请我回去一次讲道 他们的主题就是重建 我就用尼希米书来跟他们讲 两个月一次 到了第十二月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到第六章 讲到第六章那天的早上 就是尼希米的 说到52天就建成了这个圣殿 我早上起床的时候 一坐在那儿 一想的时候 我说52人 我的21加31是什么 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这里 讲什么的数字 所以多过一天 我在博恩堂里讲的时候 跟他们分享的时候 弟兄姊妹都哭了 看到神那个作为 看到神那个右手 看到我们投靠神那种的奇妙 所以我自己经历到的时候 我自己都不信 我那天之后 我才突然间在土楼里面 把21加31 神的奇妙 在你生命里面 你经历到吗 你经历到投靠神 不依靠人那种的奇妙吗 当然我们都有一个弟兄姊妹 当然神会透过弟兄姊妹来帮我们 但是那种的信心 那种的观念 所以我们就这样 我就开始了这个教会 到现在九个月了 我之前第一次的洗礼 五个人 现在我已经有五个至六个人 是从来都不信的人 我准备第二次洗礼的时候 也都会有五个至六个人 弟兄姊妹我是从零开始 我们要经历的是神的奇妙 我们要经历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神这么大的一个恩典祝福 我们是不是依靠神呢 因为我们依靠某一个人 在整个神的工作里面 在神的生命里面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形式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诗篇讲究到圣门和将人 所表达的经历那种的喜乐 我们看到神的成就 一切的作为 所以尼希米那里说 这五十二天 是完完全全是神的作为 并不是我们能够做到什么 不简单 建造一个城墙 代表今天你的生命 你的家庭 你的建造 要怎么要建造呢 靠你自己 因为你要依靠神的力量 所以在公元前 四百四十八年 整个的工程完成了之后 在那个月里面 他们的住凭节来临了 所以尼希米的第八章 那里就说什么呢 就说到他们 怎样来庆祝 在住凭节那里 第八天 他们就唱完这个诗歌 因为住凭节 他们都会唱这六组的 哈利路亚的诗歌 所以他们唱完之后 就是这个第一把十八篇 不是 对不对 是那个时候 来到去 将这个第一把十八篇 来写成 就是一同的欢呼 神的作为 神的奇妙 神如何在这段秘鲁的事里面 带领我们 没有将我们灭亡 没有将我们住在死亡的当中 神的右手 多大的奇妙 所以让我们看到 整本圣经的中心 那个中心讲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依靠神 我们投靠神 强切依赖任何的人 弟兄姐妹 你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吗 没错 我们都需要神 透过人来帮助我们 但是那个中心是什么 我们所依靠的是神 神如何完成他的工作 我们来到什么 来到认识 来到信服 什么叫投靠 投靠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避难 一个藏身 所以让我们认识到什么 就是告诉我们 你和我的生活 一定会遇到难处 你和我的生活 一定会有困难 刚才弟兄说 一个鲁鱼 他半夜醒了 不知道他半夜醒了 多少次 每次都爬过一棵树 但是什么 下次不需要再醒了 神啊 我就教他们 你保护着我这个房屋 保护着我的生命 这个就是一个急难 你和我的生命里面 可能有一些威胁 有一些情形在这里 我们能够将他什么 完全的教托给神 一个的形式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投靠神呢 这篇诗篇里面 告诉我们四方面 为什么你和我的生命 投靠神 强词依赖人 是这么重要 是这么实在 是真的可以做得到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篇诗篇里面 这四节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到神的慈爱 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 告诉我们 神是一个爱的一个神 你和我会不会投靠一个恶霸 肯定不会 神的慈爱是第一个 我们要投靠祂的一个认识 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祂是一个怎么要爱的神 然后说到什么 在急难的时候 一个的藏身处 肯定我们的生活 要有困难 好了 神你爱我 神爱我 但是当我有困难的时候 我找不到一个 shelter 我找不到一个地方 我们怎么办 大家看到Maui 这个火灾 将整个市镇都烧了 有些人被什么 被逼到那个山崖那里 跳到海上逃生 因为火海太过厉害了 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 我真的不相信 人在这个生意上 不是谁会想到 Hawaii 所以去旅行的人很多 对不对 在这个度假的美景里面 急难突然就凉凉 所以我看到那个认识 说那些人要在山崖那里 跳到海上逃生 来逃过这个火海的时候 就让我想起 以前我在中学会的时候 带弟兄姊妹去到塞班岛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在 我们去塞班岛的 这些弟兄姊妹还在 我们去到塞班岛的时候 塞班岛就是一个地方 被日本军霸占的时候 当美军将他们一路打的时候 当这些队一路打的时候 这些日本的军人 就带着他们的家眷 大大小小 走到山崖那里 就是在山崖那里跳下去 他们不准做俘虏 他们跳下去 但跳下去不是海 跳下去还是岩石 所以我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解释这个地方 就是那个岛里面所有的日本人 几百家至几千人 都在这里跳下去 他们找不到避难所 他们找不到藏身处 弟兄姊妹在这个生命里面 你受到这些困难的时候 记住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这个就是那个急难处的 那个 shelter 然后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神右手的大能 对不起 我很注意 这个隐言说了很久 你说郭牧师 你待会要讲到什么事 我们很快看 神右手的大能 然后最后 特别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最后是什么 神预备这个尼赛亚 所以我们看到 神最大的我们可以投靠的 就是因为他为我们预备尼赛亚 但今天神的右手的大能 是什么意思呢 没错 我们有急难 我们有困难 突击而来的 但你和我的生活里面 都会受到很多的什么 好像争战的一样的事情 很多人都 fight for struggle 很多人无论在这个depression里面 在什么的情形之下 我们好像在打仗一样 在疾病当中 我们好像打仗一样 神的右手 就是为你为我打成仗的一个事情 告诉我们 你的生活里面 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投靠神 倚靠神 不需要倚靠人 不是代表我们有病 不会看医生 不是 看医生都是神 借着他的手 来医治我们 救赎我们一个事情 所以给我们一个的认识 今天我们看看 神的右手的工作 神的右手 我们先看到第十四节那里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拯救 我诗歌是他承受我的拯救 他在二人的帐篷里面 有欢呼拯救的声音 因为耶和华的右手 施展大能 耶和华的右手高举 耶和华的右手 施展大能 在圣经里面 凡是重复的字句 他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认识 就是这首诗歌里面 尼希米 带着这些住屏设的兴典当中 带着百姓 来歌唱这首海船的歌 回忆出什么 出埃及的时候 经过红海 高过的情形 当他们前面看到这个红海 后面有埃及的追兵的时候 真是前无去路 后有追兵 在一种急烂的当中 神的右手施展大能 施展这个拯救 所以他们就回忆到 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这个奇妙 那一天 尼希米 建造这个圣场 这个庆典的时候 所有的妇女和小孩 一同的宽障 因为那首诗歌就是 摩西的姐姐米尼暗 带领以色列的妇女 在唱当他们过红海的时候 一首的诗歌 所以这首诗歌成为 所有以色列的文化里面 妇女的孩子 都一同歌唱的首诗歌 所以那种的欢乐声音 在尼希米记那里 告诉我们听到什么 是整个耶路撒冷 远处近处都听到的一个情形 欢呼的声音 我们看这段经文 这些都是重复的说话 就可以明白到 我们为什么可以倚靠耶和华 他的右手有什么特别 欢呼的原因就是什么 因为神的拯救 十五到二十一节 头尾呼应的 首尾呼应的 说给他听 耶和华的拯救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被神拯救了 好像我们已经觉得 好什么了 我们已经被神拯救了 我们时时刻刻 记住神的拯救 那是我们永生的拯救 但今天你和我生命落在困难里面 神仍然要做拯救的工作 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苦难 所以神的拯救是 on going 来到什么 来到帮助 我们要继续倚靠他 所以欢呼的原因 是因为神的拯救 欢呼的人是谁 在那里说是义人 所以城门要为义人闯开 这个义人要进入神的门 这些义人是什么 就是你和我恩信称义的人 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认识 今天我们每一个都要来到神的面前 进入祂为我们闯开的义门 欢呼的口号是什么 是耶和华施展大能 耶和华的右手高举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来到赞美神 祂的作为 所以诗篇145篇说 我们要向我们的后愿 我们一代向一代 来述说神的奇妙作为 你知道吗 有时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子孙 要听一听 神究竟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所以每一次 当我和我儿子讲到 神如何奇妙 在我的生命里面 来带领我的时候 他都觉得奇妙 哇 爸爸你从来没有跟我们说 因为我说我等到你们明白 我的生命神如何奇妙 所以当我和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是医生 我和他讲到 他是一个小儿科医生 我告诉他们 我是被遗忘的 因为不知道有伤胞胎 我和我姐姐隔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差点死在我妈妈的肚里面的时候 我告诉他们 神是如何奇妙救回我的时候 他跟我说了一句说话 我从来都不知道 我说因为那口痰 要打鼻鼻打鼻鼓 现在不需要 吸出来 我过了时间 卡住在喉咙里面 没有卡住我的气管 卡住我的食管 所以我一出来 不懂绝奶 不懂哭 什么都不懂 然后最后 我说神如何奇妙 医治我的时候 我儿子跟我说了一句说话 我从来都不知道 我说爸爸 好在那口痰是隔着你的喉咙 那口痰很符的 如果下了你的胃你都会死 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 因为我不懂医药 他说那口痰如果下了你的胃你都会死 你看神那个奇妙 神那个大能 所以让我们看到什么 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你要向你的儿女们 一直说什么 说述神在你生命当中 他如何有奇妙的作为 让他们记住 让他们知道如何来欢呼 让他们知道如何来投靠我们的神 欢呼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要传扬神的作为 所以我向我的儿子说 神在我生命里面的作为 所以我为什么叫耶利米英文名 因为我在母福里面 神就已经保守了我 如果不是半个钟头 什么都已经腰折了 但是神是奇妙的大力 所以神那个作为 所以我们要清謝神 我们要感谢神 这个就是我们投靠神里面一个的形式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 是什么 我是一个出埃及的赞美师 所以将出埃及的第十五章 一到十八节 这个讲出来 时间关系请容 我很快地读出来 那时摩西和尔斯 你有人向耶和华歌唱说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他大大战胜 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 也成了我的拯救 这是我的神 我要赞美他 是我父亲的神 我要尊崇他 耶和华是箭士 他明示 耶和华 发路的车辆 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 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 心水淹没他们 他们如同石头 聚在深树 耶和华 你的右手施展能力 显出荣耀 耶和华 你的右手率碎囚敌 你大发威严 推翻那时起来攻击你的 你发出烈露如火 消灭他们像 萧碎一样 你发避中的气 水便醉起成堆 大水直立如雷 海中的深水燃结 囚敌说我要追赶 我要追赶 我要昏怒物 我要将他们身上清我的心愿 我要拔出刀来 亲手杀灭他们 你叫风一吹 海就霸他们扰灭 他们如愿沉在大水之中 耶和华 众神之中 谁能将你 谁能将你至圣至荣 可重可谓 施行其事 你伸出右手 地便吞灭他们 你凭慈爱领他们 领了你所属的百姓 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你的胜所 外邦人听见就发振 腾痛 发抖 腾痛抓住菲利士的居民 那时以东的族长惊王 摩押的英雄被战径抓住 加南的居民心都消化 惊慨恐惧 临到他们 耶和华因你绑庇的大能 他们如石头静言不动 等候你的百姓过去 等候你所属的百姓过去 你要将他们领进去 载于产业的山上 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做的住处主 你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 耶和华必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在这个歌唱的当中 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右手 耶和华的右手什么 耶和华的右手施展能力 显出荣耀 耶和华的右手什么 率碎囚敌 所以今天你和我会面临很多的困难 无论这些困难 这些困难 这些囚敌是人 是物 是什么 都有什么 有神奇妙的能力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投靠神 人在这里告诉我们 因为神的右手 替我们战胜了一切的囚敌 我不知道你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遇到什么的战争 无论是人是物 你在这些情形之下 你怎么来到去面对 你是依靠神 还是你自己来到自己去做 我们看到昔日神的右手 怎么率碎囚敌 今天神的右手 仍然可以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 将我们的囚敌来输碎 你说牧师 我没有什么仇人的 我很好 是 但是囚敌不一定是人 可能是一些什么 拦阻你来到亲近神的 不愿意你来到去敬拜神 囚敌都可能是什么 是事物 但是无论是什么 圣经告诉你 神能够输碎 你说不要 我家人拦阻我 我不要神输碎他们 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神为你开一条的路 那个输碎是什么 神开了这个红海的路 只要囚敌不继续追来灭 你看到刚才所读的经文 那些埃及兵说 我们要追 追杀他们 要将他们的路 我要随心所欲 来再怎么样 所以神就将他们 毁灭了在这个红海的当中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一件事情是什么 昔日 法老要杀害以色列的男鹰 但是今天 神除灭了埃及的长子 第十个灾 然后什么 也都将他们的 军马全部的出水 是告诉我们 人世上会有什么灾难 你要知道这个是什么 这一篇的诗篇 也都要讲到将来 大灾难的时候 犹太人所要受到的 或者世上所受到的 信徒所受到的事情 所以这些都给我们 一个很大的认识就是 无论有什么困难战争 我们要依靠我们的神 今天这个世代 无论这个堕胎 或者同性恋等等的罪恶 都是我们的囚敌 我相信我们不需要 去到WC 如何来示威 来做什么的事 神必定会有祂的能力 神必定会将这些罪恶 这些囚敌来毁灭 因为神的右手仍然的高举 既然这个法老王 如何要将以色列文的婴孩杀尽 但是神都保守的时候 今天无论哪一个世代 如何的堕胎 都不能够将神的儿女 神要拯救的人杀尽 所以我们有一个的认识 有一个的明白 来看到 就是什么呢 神要如何将他的右手高举 来引领保守 他要保守的 属于的人 所以信徒要投靠耶和华 神的右手必定施展大能 祂的荣耀的大能 祂的奇妙的拯救 我再说我今天不是 你们一定会落在一个大灾难的当中 但是我们不知道 因为你和我都是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我相信的就是 启示录的大灾难 不会临到我们 因为教会被提 我是一个相信灾难前被提的一个人 这个没问题 我们不会面对大灾难的事情 但是我们 毕竟在这个世上 我们还有些的困难 还有些的需要 我们怎样来面对呢 让我们投靠神 不要依靠人 所以我们今天信徒你要知道 你和我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囚敌 所以当我明的暗的时候 你怎样去面对 这个就是诗篇里面被我们的一个形式 在生命里面 你落在一个困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怎样将我们的信心 你要知道这篇诗篇 一步一步地将我们生活的困难 带出来 最后告诉我们 有尼塞牙 耶稣基督要中我们的拯救 所以他说 你的右手要守出一只囚敌 你的右手要守出那些恨你的人 让我们看到神的右手做什么工作 神的右手是什么 埃及的法佬是我们看得见的囚敌 但是在信徒的生活里面 有很多看不见的囚敌 你认为你的生活里面 有没有看不见的囚敌呢 应该会有 是你防不胜防的 但是什么 那就是神的右手 神的右手是什么 大能的 将那些看不见的 无论是人是物是鬼 无论他们躲藏在哪里 神都能够守出来 你觉得这种奇妙吗 但是你又说 哎呀牧师不是 有很多基督徒 都在什么灾难当中 不是 不过这样的形式 每一个情形里面 都有神他自己的计划 神要拯救我们 脱离那种困难的时候 神有他奇妙的计划 但是假如一个大地震 一个大灾难 我们跟在一起去计划 也都是神的奇妙计划 当中你明不明白 我说些什么 每一个人 无论我们的生命 在哪一个时候受到什么 神有他奇妙的计划 那个问题是 你的信心 信靠他的有多少 你能够相信他的有多少 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的认识 投靠耶和华 他的大能的右手 能够保护我们 靠你出 你入 都得平安 记得吗 诗篇121篇 你出 你入 耶和华要保护你 从今时直到永远 但诗篇121篇 我们要向山举目 我们要投靠神 我们要依靠神 以至于我们的出入 耶和华要保护我们 从今时直到永远 他的保护不是我们的认识 假如他的保护是要我将我带上去天家的手 也都是神的保护 这个就是对神一个投靠的认识 神伸出他的右手 地就吞灭了他们 你看到吗 讲到神的右手是什么奇妙的情形 当摩世举象红海的时候 就是神的右手高举 红海就将埃及军全部的覆灭 为何我们要投靠神 很多时候我在这边这边的时候 我就想起我自己生活里面遇到很多东西 假如在这种情形里面的时候 我要怎样 我选择投靠神还是不选择投靠神 我投靠神是怎样的投靠 是完全的投靠 是怎样的 都很多时候里面 直到我看到这篇诗篇的时候 我就明白到 我的投靠是多么不够 你应该看到什么 因为神高举的右手 随时的什么 除去我们的信徒的困难 高举的右手 最后高举的是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 将你和我的罪恶洗清了 顶姊妹你知不知道 这个就是最大的救赎 因为这样 我可以面对这个世界短暂的日子 无论我遇到的是什么 我都可以有一个的认识 我可以得到神高举 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面 拯救了我的罪 直到我能够有一天 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耶稣基督的台前 因为我是属于祂的人 这个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认识 就是我要怎样来依靠神 投靠耶稣基督 让神永远高举的右手 将你和我生命的罪恶 完全的除去 弟兄姐妹 我们实在是很软弱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称自己 是完全的成绩 而且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听的是什么 不是我们不注重圣洁 圣洁因为神说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但弟兄姐妹当你和我真的失败的时候 不要在那里 什么 掩面的离开神 神我没有面见你 神从来都不需要我们有面来见祂 神要的就是什么 来到祂的面前 来到祂的根前 祂会联敏我们 祂会赏命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面 无论你觉得怎样的失败 无论撒旦怎样的 来到祂说给你听你的失败 记住 神永远都爱你 祂的右手永远高举 欢迎你 带领你回到祂的家里面 在这里告诉我们 神的右手的高举是什么 祂的救恩给我们做盾牌 祂扶持我们 祂的右手 神的右手举起来是什么 是要扶持我们 神的手永远都在那里举起 要什么 随时随刻的扶持我们 为什么要投靠神 因为我们很容易跌倒 但是神扶持祂的遗憾 弟兄姐妹你觉得怎样 你觉得你的婚姻幸福吗 你觉得你的婚姻没有问题吗 你觉得你的一些工作很难吗 尼希米在这里建造的时候 非常之困难 十五年已经有人停工了 又有仇敌的外患 又有里面的百姓的内忧 你看尼希米记的时候 真的困难重重 但是神的手扶持 你觉得你的生命 一样一样的东西 临到你搞不定了 神维持你 那个扶持就是什么 就是维持 神的右手 每一个扶持着我们 你知道吗 弟兄姐妹 假如神的右手 不扶持着我们的生命 的时候有时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来想 那个生活 那个家庭 那个婚姻 那个儿女 那个事业 样样都会 都会不同时候的倒下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这些困难 无论是家庭 无论是工作 无论是儿女 无论是什么事情 都会有很多一重一重的来到 你知道吗 神在扶持着我们吗 神在扶持着我们每天 夫妻之间的生命 其实是恩爱 神的右手一直都没有离开 祂的右手扶持我们 所以圣经很奇怪 我那时候就不理 他说 将你们的重担射给神 神必扶持 sustain 为什么我有重担的时候 射给神 神会sustain 神不是将我的重担 担走 是神扶持着我们的意思 神不会将那些重担 从我们的真肩头上 一个一个拿走 神扶持我们的时候 我就有力量 担起这个担子 我就有力量 来承担我要面对的责任 神不是要我们脱离 那个夫妻关系 不是将 你和你的太太不同 我将你拿走 找个第二个 不是 神要扶持我们 将我们带到得性的地步 所以我们生活要投靠神 所以我们有这个的形式 神的右手高举 要扶持我们 暂立得稳 不让我们被这些重担 这些的囚敌 将我们完全的压倒 所以第二支妹 生命里面 我们要怎样来依靠神 你的心里面 你是否有很多的恐惧 有很多的战径 你有很多的忧虑 忧虑重重 让我们晓得 怎样去依靠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 他说 扶持 抚养 顾念 这个就给我们 一个很大的认识 sustain 所以耶稣基督 已经被高举了 也升到天上了 坐在神的右边 每天的为我们来代求 所以顶之门 耶稣基督 就是神 右手举起的 所以今天 世上有很多的忧虑症 我去到 Persifania的时候 我才知道 教会里面的忧虑症 很厉害 我以前在长安堂的时候 我也知道 我在中宣会这么多年 可能我对顶之门的关闻 我不觉得中宣会的顶之门 可能 我看到大家都很开心 可能有人有 我不知道 但我去到一些教区的时候 我才发觉 那个忧虑症 原来是这么厉害的 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说的 交托给神 认识神 但是他们说 牧师你不明白 你不懂 我真的不懂 后来那些人说 忧虑症是什么 我今天没时间 说忧虑症的事情 但我要告诉大家 听到是什么 将这些交给神 真的可以 交给神 让神扶持 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 是真理 所以神高举的右手已经高高的举起了 你不要自己再背重担 不要将背重担放在你堅足上面 交给神 神给我们的力量扶持我们 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 并且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耶和华厌厌的情志我 却未将我交于死亡 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 他们被老到巴比伦 但是他们不至于死亡 百姓在那里工作 他们受到仇敌的攻击 但是我们看里米经的时候 百姓不至于死亡 所以他们看到整个当中 他们看到神的奇妙 神的保守 神的右手举起 战胜仇敌 保护着我们 神的右手 今天仍然要保护我们 如何扶持我们 如何让我们站立起来 所以让我们来到一同的 因为神爱我们 管教我们 但是祂一定会保护我们 这就是神的右手 给我们的认识 最后我们看到 那个二门闯开 让我们清借进去 然后他说要清借神 因为已经英稳了 所以我们看到 得着耶和华大能的手 百姓的欢呼 也串扬耶稣基督的作为 进入神的殿里敬拜祂 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的结尾 就是他们要投靠神的 那个耶和华必然的得性 所以无要感恩的清借神 在每一个的胜利当中 祂和我都来到 荣耀我们的神 在今天这段的COVID 我们现在已经暂时 没有了COVID的影响那么大 你会发出一个问题 我自己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会发出这个经文 神下你的右手在哪里 很多时候在这些困难当中 很多时候在这些我们解释不到的当中 我们会向神发问这些问题 没关系 发问这些问题 等候神在你生命里 不要离弃神 神没有离开我们 所以诗篇17-17 神下敌人欲骂要到什么时候 仇敌蝎毒你的名要到永远 你为什么要缩回你的右手 从你的怀中伸出来毁灭他们 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 神的手好像缩短了 所以这个以赛亚先知 耶稣说 耶稣说的帮庇并非缩短不能拯救 以赌并非发尘不能听见 但是因为你们的罪业使你们与神隔绝 你们的罪恶使你们 神掩念不可 所以不是神的右手放下了 神的右手永远的高举没有放下 是因为我们的罪恶 将我们离弃了神 没有投靠以靠神 所以神今天的右手是什么呢 神今天的右手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 神为什么 所以圣经里说 将耶稣坐在神的右边 究竟是什么意思 究竟是什么意思 因为在以色列文化里面 这个右手的得性是很重要 今天在你我的生命里面 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 所以我们可以来投靠神 以靠我们的神 所以今天神的右手的大能 全部都是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可以投靠 因为神耶稣基督 永远的爱我们 所以最后看到的是 这篇诗篇里面说到尼塞牙 所以这篇如果有机会 再回到中书会的时候 我跟大家来看完这篇诗篇 今天我们一同的希腊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做一个回应 《投靠耶和华》 做一首回应的诗歌 《投靠耶和华》 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 因为它是什么 就是《This is the day that the Lord》 这是耶和华所定义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必定欢呼快乐 我就将整篇诗篇摆下去 我一起来唱 《投靠耶和华》 因它们为神 它正爱唱全 它是我力量 它是我成功 《投靠耶和华》 《投靠耶和华》 强之以赖人 我再加热 抵抵抗 我再加热足 我再加热足 抠高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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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迎运我 它就迎运我 怕我看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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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不去怕人有处帮助 哪怕人运弯 哪怕人运弯 哪怕我这么样 那帮助我的 是主耶和华 主是我力量 我要投靠祂 主是我是哥 我要过中祂 我要过中祂 我主耶和华是我的成功 我要正值祂 我要投靠祂 主是我力量 主是我事哥 主是我成功 耶和华有收 耶和华有收 别高高举气 别高高举气 我们要全样耶和华的作为 进入神殿门 请者永药他 人下应允我 人下应允我 成为我成有 这是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 所定的一事 所定的一事 我们在其中 我们在其中 要欢喜快乐 要欢喜快乐 这是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 所定的一事 最后 你是我的身 你是我的身 我要转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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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者耶和华 人他本为是 耶和华的情 爱永远长存 我要转送你 我要转送你 祢是我的身 神啊 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 无论我们遇到的困难 是多么巨大 主要让我们来投靠你 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慈爱 在你的力量被烂锁 在你的右手高举当中 在你为我们预备耶稣基督 作为我们的拯救主当中 主要让我们认识 我们永远坚定地托靠你 多谢我们的主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上上的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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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赞美真神圣德天听 赞美圣父圣之圣灵 荣耀归于最高山 荣耀归于最高山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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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耀归于最高山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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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 我們將會有粵語門訓的主日學為11點15分至12點30分 主題為以福音為中心的社群 如果你想參加這個門訓的主日學 今天將會在三樓大堂由11點到11點半在三樓大堂註冊 詳情都可以問Steven和鍾弟兄 希望大家都用藥參加註冊這個門訓主日學 其他事項請參與週報 今天的聚會到此結局 蜜土之後我們可以散會 我可以散發 有資金 喔 然後